今天我们要辩论这个题目 长大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 长大肯定是特别好的 我的小时候真的是惨不忍睹 当然是长大特别好 因为小的时候真的是惨不忍睹 长大对我来说是一件特好的事情 小时候真的是惨不忍睹 惨不忍睹 惨不忍睹 你给我一万次变少的机会 我不要 我还是要保持我现在这样的我 就是小时候被打 被欺负 现在不会 有些人家都把我当榜样 所谓的学校暴力事业 有时候你根本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要欺负你 可能就三个字 看不惯 我在写一些我的一些歌词的时候 你会回想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还是会感觉到 我是让每个地方在哼 真的就是在初二的下策的那一年 我们学校来了一个新的音乐老师 就在他的指引下 我一夜之间听到了摇滚乐 我找到了我的听者 我找到了我精神的激透 我跟你恰恰相反 小时候的我 我是负责欺负那些 但是恰巧也是摇滚乐 让我走向正途 成长的意思不是你妈帮你 你爸帮你 你老师帮你 是你自己碰到状况 你怎么去面对 那里有报仇吗 我不会 音乐是最好的舞台 但是我们要永远保持我们的善良 我们不怕被欺负 我永远与你们存在 Sayasche 我有没有遇见 我好看 我必须对我们的事 我比较卫折